妈 我马上就去医院 嗯 好的 好的 妈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什么 妈 救命啊 这在哪里啊 手好痛啊 我 我被绑架了 醒了 你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绑架我 你快松开我 放开你也行 宋云桥 我给了你五天时间解除婚姻 可今天 是第六天了 什么婚姻啊 五天前 啊 你就是给我发展信的那个神经病 宋云桥 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鬼迪 让他逼我跟你结婚 但现在 你最好主动去找他 解除我给你的婚姻 你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 我怎么和你解除婚约啊 而且 而且你绑架我 是 是犯法的 是别人把你绑了 扔到我家门口 我好心把你送进来的 那 那你快帮我解开绳子 要不然 要不然我报警了 欲擒故纵 你就 只有这点手子了 既然 我们签了合约 我想 对你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如果错了 你就懂了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想起来了 我适合你有婚姻 想起来了 我一定和你解除婚约 已经完了 早这么说 不就对了 如果你明天还没解决好的话 而你 又被人绑到我家外 那时候 我不一定能够帮得了你 你可以走了 记得你的承诺 什么人啊 莫名其妙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不接啊 快点来医院 找女士 妈 你不和我商量 就随便将我嫁了出去 我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婚呢 我不管 我不管 我也不管 你敢 你迟早就要嫁人的 反正要嫁人 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不好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找点嫁人 帮家里还债 不可以吗 你弟弟现在是植物人 看病治病 欠了好多债 难道不需要还吗 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啊 可是 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女儿啊 你这样对我 你有这个权利吗 妈 你简直 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野狼 我辛辛苦苦 把你拉扯了这么大 还供你读书 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 你真的是 四十分之的 是好的 店员 一定不预讯 他是你的民主 你好 不必 我不能 我 我 你把事情解决完了 那个对不起啊 我回了家才知道 是我妈瞒着我和你们家 订了这场婚事 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起 算一下啊 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呢 你想干什么 我们既然是夫妻了 我就倾施一下丈夫的权利 你想离婚 那得证明你是无论 你这套育婴环剧玩得很不错吗 我会病烦了 没事 没事 我一会儿就好了 跟我来 如果你的胃疼跟离婚一样 也是作戏 那你赢了 我分辨不出来 我没有演戏 那好吧 如果你这么在意的话 那你先替离婚 我签字 不要再玩什么 欲情故众的把戏了 你明知道那个人 是不会同意跟我离婚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而且我也不想要 你们家的两千万礼金 无论如何 咱们离婚吧 你会怎么样了 好多了 不疼 我饿了 给我去做饭 谢谢你 我对你 好吗 但是我和你 你的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婚约了吗 宋安强 我发现你不当演员真的可惜了 不过既然你想玩 我奉陪到你 我没有 我是真的想和你离婚 那你去找那个人说吧 眼电影 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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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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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茜茜 茜茜 你个大变态 这 楚 楚先生 我 我刚才不是故意骂你的 我刚才是在做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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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主着梦 穿过显芳 她还一个得翻 她 acontecendo 音乐 你怎么在这儿 真是不知羞耻 明明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喝醉了 还来到沙发上不走了 你还把我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只是在这里借住了一晚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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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每次从这里出来 都要这么狼狈 那个储藏明又是谁呀 我听说他在你那里住了一晚 看来你是接纳了他 半个月后婚礼照常进行 他住了一晚上是不假 但是你的隐谋轨迹 休想得逞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 总之 这婚 你不结也得结 这人 不娶也得娶 宋安强 你到底是谁 家琪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宋安强 我怎么感觉我是来给你干活的呢 我这都忙活半天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出了点意外 耽误了 跟你讲 像你这样的外地人 做什么都是要拼命的 如果因为你的原因 影响了整个爹地业绩 你是要负全责的 我这不差一分钟还没迟到吗 宋安强 我就跟你明说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 马上就要转正考核了 我可不想被你吐了后腿 以后注意点 先生 请问您需要买点什么吗 跟我走 宋凯 干嘛 不就是有个男朋友吗 看一会儿店长来了 你怎么叫的 楚飞远 你放开我 闭嘴 啊 我打电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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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